民众派下遭以色列攻击后 医院化作一堆废墟 记者在尽头前更是义愤填膺 没想到如今剧情大翻转 以色列军方释出这段自白影片 卡玛阿德湾医院院长 竟然就是哈马斯指挥官 更透露醫院内包括医师和护理人员 有多达十六名哈马斯成员 院长卡洛特不只爆料 医院内一度藏力 多达一百名哈马斯成员 他本人也曾接受英国媒体访问 炮轟以色列暴行 其实在以色列十二号攻占医院后 就在医疗设备内搜出枪支和弹药 而上个月底北加萨最大医院 西法医院院长也被以色列拘捕 抓去文化 不过这回对于院长的自白 不少人也认为 院长只是为了保命才配合军方演戏 更替以色列说谎诚信 根本不值得信任 以哈战争打了两个多月 还看不到尽头 不只硝烟弹雨 愈加猛烈 任之宣传战也在不断升级 三连结婚 上罗多报道